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朝禁闻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25号星期一 这期新闻的精彩内容有 太子岛苗头不对 美出动三航母严防袭开战 日美制定联合军事及导弹部署计划 保护台湾 李子柒停更三年后付出 已热议 蔡英文出席国际安全论坛 对抗中共威胁 观众朋友们 您知道疫情后的健康挑战 该怎么应对才有效吗 一会儿节目结束后 我会分享一位观众的真实经历 或许能给您一些启发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千万别错过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川普的反共内阁已经基本成行 中美就要进入最后一轮对决 台海与南海是否会被卷入 备受关注 不过就在这个关头 中共内部再传出军警大整肃的信号 在传说中共军委委员苗华被逮捕后 11月24号 网传苗华的福州同乡 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上将 和联参部参谋长刘震丽上将 都被带走调查 中部战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姚丹江少将 也被抓 消息员感叹说 台湾还没打呢 国防部 参谋部 政治部 海军 火箭军及各战区少将 中将上将 快被抓完了 还不止这些 中共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长王小红 21号主持召开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 时评人周晓辉注意到 武警司令王春宁上将 没有出席会议 坐在王小红左手的人 变成了武警部队政委张红兵 周晓辉说 此前三次中共全国公安视频会议上 坐在王小红左手的都是王春宁 这次换人或许并不简单 王春宁是太子党 曾在21军与苗华搭档 被习近平亲自任命为北京卫戍区的司令 武警司令 一直被认为是习的亲信 就在9月 王春宁还在学习时报发文 高调对习拍马表中 周晓辉推测 王春宁缺习公安会议 一种可能是因为苗华被查 一种可能是因为习失去军权 王春宁作为习的铁杆失势了 中共内部充斥不确定和动荡 这是否降低习近平对外动武的可能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分析说 关于2027中共可能犯台的这样一种说法 基本上也是有所根据的 因为习近平多次表明在2027年 中共解放军必须要做好公台的准备 美国的政界和军方都共同的认为 2027年只有可能是中共武力犯台的一个 关键的年或者是敏感的年度 当然美国未来的政府政府 一定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 做出充分的准备 既然是习近平已经说出了 做好2027年公台的准备 那么当然美国和自由世界 包括台湾本身 也就必须做好防御的准备 所以未来的台湾安全 依然是川普政府一个 在区域安全问题上 甚至是美国全球利益上的 一个焦点之所在 在印太战略这个环节当中里面 美国是不会失去台湾的 因为美国失去了台湾 等于美国失去了印太 美国完全失去国际领导的地位了 川普新内阁成员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对中共持强硬鹰派立场 川普最新挑选的副国安顾问 黄之翰也是这样 黄之翰去年在里根基金会官网发表文章 提为与中共的竞争关于残局的辩论 残局是国际象棋中代表中局缠斗告一段落 将进入最后决斗的阶段 黄之翰认为 中共寄生在自由秩序和美国经济中 已经将美国逼入了最后阶段 无论美国是否愿意 美国对中共的合理反制 都会影响中共的国内政治 让中共陷入合法性困境 而中共对此会做出激烈反击 这会带来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紧张局势 甚至冲突 黄之翰预计 当美国开始反制中共时 中共可能将美国视为直接威胁 并考虑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包括军事侵略 日经亚洲23号透露 中共可能趁川普就职前威胁印太 从下周起 美国将调派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进驻亚洲 包括乔治华盛顿号 卡尔文森号 与亚伯拉罕林肯号 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 日本和美国正在为应对台湾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 制定一项联合军事计划 例如 在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岛屿上 部署导弹等武器装备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 郑正炳25号表示 中共其实对台湾出兵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高 从几年印太司令所发出的2027的可能性的呼吁 那从现实来看 这种可能性有越来越高 换句话说 从美国的观点 不管是从军事或者政治的大战略的观点 美国要再迅速的提升在东亚的部署 所以除了不断的在呼吁台湾 必须在经费跟军备上要大力提升之外 另外跟东亚之间盟友建立一个 共同的抵抗的联盟变得很重要 共同社说 这项联合军事计划 预计下个月制定完成 装备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 将被部署在南西珠岛流球群岛之上 而另一支负责处理空间网络 以及电磁波的美军部队 则将被部署在菲律宾 不管美国在菲律宾的部署 或在日本的部署 目前为止对中共的嚇阻还是有限 所以我觉得这个24号传出的美日 未来在西南珠岛 要进行进一步的部署 不管是远程的火箭弹 或者精准的导弹 或者因应太空跟网络的资讯站的升级 其实都是美国重要 要赫止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这个的趋势呢 当然美国跟日本如果加速 在东亚这边的部署 的确会提升对中共的嚇阻力 近年来 日本领导人和政要也多次发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呼声 日本政府还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并计划逐年将占国内生产总值1%的国防预算 翻翻至2% 路透社表示 日中之间近年来由于领土主权争议 贸易纠纷以及中共禁止日本海产品等原因 关系急剧恶化 但最近一段时间 双边关系出现一些缓和和改善的迹象 两国之间也恢复了多项搁置已久的双边磋伤 日本共同社和朝日新闻多家媒体说 日本外向盐巫义最快有可能在12月下旬前往中国访问 11月12号 中国知名视频博主李子柒停更三年后复出 一连发布三条新视频 引发网络热议 李子柒更新的三个视频 包括漆器制作 改造森林衣帽间 以及绒花制作 视频创作沿袭了李子柒以往的风格 唯美的画面 舒缓的背景音乐 令网友们再度感到惊艳 日本钢山大学医学博士真理学25号表示 李子柒在微博账号中写道 这个大漆视频迟到了四年 漆与漆同音 我给这幅雕漆引花的漆漆作品 取名紫漆东来 麒麟回首 万事不愁 也把这份祝愿 送给看到视频的每一个你 这条视频发布短短数小时 播放量就超过了一亿次 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朵表示 但现在他拍摄的这个视频 已经不是真实的生活了 完全是超乎了 我们说超乎了 不是说我们人类的生活 就是一种先进的生活 那么这可能出现在中国吗 我想这种生活 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也没有啊 李子柒付出后 他在微博上拥有了2700多万粉丝 在YouTube上有2000多万关注用户 不少网评人士认为 李子柒的付出和走红 背后都有中共官方的支持 他的视频拍摄和制作 显然是由非常专业的制作团队来完成的 这并非普通视频博主所具备的能力 此外 李子柒拥有多个官方头衔 他曾受邀担任 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推广大使 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等 2019年货班年度文化传播人物奖 并多次被央视人民日报等党媒正面报道宣传 他是想把这个城市的救援人口往农村引导 你看农村这么美的话 你们大家可以到农村去创业嘛 这么好的这个环境 你让他上山开荒的话 或者你城市的人口他根本受不了 他没法受当年那个苦 而且城市大家都躺平 农村更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啊 只是宣传宣传 在共产党伪装他统治下的中国人的生活 用此来欺骗整个世界 欺骗中国人 但是中国人现实的生活的困境 是无法解决的 那么共产党欺骗全世界 欺骗中国人 在现实社会的这种残酷状态下面 是毫无用处的 第十六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 11月22号至24号 在加拿大召开 来自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欧洲 中东 东亚 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十几国的政要 高级将领和专家学者与会 他们讨论了关于应对中共 俄罗斯 伊朗 朝鲜 对全球威胁的策略 并强调民主与安全的纽带 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 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终于醒过来了 他们终于看到中共对整个世界的威胁 美国之音报道 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 在论坛中强调 中共正在越来越多的展示自己的实力 并利用经济实力望图重塑国际秩序 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也出席了论坛 并发表了演讲 蔡英文表示 台湾过去八年的国防投资增长80% 凸显台湾对国防的高度重视和长期规划 他指出 中共对台湾的入侵早已在网络层面展开 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台湾和乌克兰 因为两者都在抵御独裁政权的威胁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 中俄伊朗朝鲜在国际社会上不断的与世界对抗 俄乌战争使俄罗斯大伤元气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反而使中共在中俄合作上占了上风 他野心勃勃 试图用中共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世界上扩张 称霸对世界构成巨大的威胁 赖建平指出国际社会和台湾的利益是一致的 假如台湾海峡成为了中共的内海 不但损害了整个东亚的利益 对北美欧洲澳洲乃至整个全世界的利益都带来损害 所以台湾的未来越来越安全 中共实际上是无计可施的 除了抗议它没有任何底牌 盛雪认为这些国家终于醒过来 他们终于看到中共这样的一个极端邪恶的专制暴政 恐怖主义政权 事实上对整个世界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中共在世界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务当中都有插手布局 中共对台湾的威吓迫在眉睫 因为在台湾海峡以及印太区域 它是整个世界60%的经济区海上贸易 这次会议显然是把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 作为一个很关注要点 我们还应该记得日本的前首相安倍 在跟川普总统上一任见面的时候提出了他印太战略的构思 而这一点恰恰跟川普总统对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构想 显然是高度吻合 我们事实上应该意识到 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简而易见的 而澳大利亚跟加拿大本身在国际相关的许多组织当中都是成员国 在这一点上紧密合作是理所应当的 本台记者王霄采访报道 许多人在疫情后面临健康挑战 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岛功能及免疫系统的问题 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陈先生的亲身经历 看看他是如何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之前我肾没有问题 但感染后肾功能就明显变差 感到很累、很没精神 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饱 现在基本上恢复了 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 而且睡眠也改善了 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健康520的三高代谢饱和补气18位 结合自然草本智慧 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 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 特别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 提供温和而有效的支持 愿每一位观众都能享受自然之福 找回自己的健康指导 这期的红潮禁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关于今天的新闻话题 我们期待能收到您的观点 不要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转发